穿着长跑马挂替家乡佩天公 天上圣母绕镜 点响一发骑马炮 但侯友宜大选轿子 却因为柯文哲不上车 迟迟无法正式起驾 无论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我们都尊重柯主席的决定 我们一定会谈结在一起 坚定自己该走的路 前一天柯文哲说 以总统候选人身份奋战 到底之后 就直接跑去密会郭台铭 侯友宜的回应 也像是对侯柯佩窃心 所以没有侯柯佩这个选项 对 现在柯文哲的阵营 是完全没有侯柯佩这个选项 对 你跟柯文哲百分之百 确认过了吗 对 全民调拼书赢 却卡关在误差范围 认定的争议 柯文哲不接受侯柯佩 侯友宜不接受侯侯佩 国民党前立委蔡真元估计 蓝绿白撒喀都的情况下 可能得票数 赖清德600万票 柯文哲450万票 侯友宜350万票 又变侯老三 惨的是新郎落跑 而且没有备案 主持人要有主见跟定见 你不能够 一下被妈妈 一下被太太 一下被黄珊珊 一下被陈志涵 被这些影响 他要不要准备复首 都很麻烦 我都了解侯友宜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谈任何复首的原因 就是他就这样谈 对柯文哲就不尊重 我们当初就已经同意 我们已经给他授权了 所以他在程序上 他确实是可以用事后来追认的方式 来确认这个副总统的人选 那以火车一等再等 本来22号的中常会 一定要提复首人选 现在还留下追认空间 似乎真的愿意等到 1.124登记截止的最后一刻 新新闻综合报导